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EN C 我今天來到溫哥華西區位於UBC的一個新的樓盤 它的名字叫Wordsworth by Polygon 它這個樓盤現在位於Westbrook Mall附近 所以如果將來要走去買東西或喝咖啡 那些都是很接近的事 而且它這個開展四周圍都比較開放 所以我想帶大家來看看 因為它高層的西南邊亦有海景 這個項目其實是一個Leasehold property 可能大家都知道 因為UBC很多 property都是Leasehold的 它的意思是它有一個年期 有99年的年期 但是為什麼我都介紹給大家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其實Leasehold來講 照它外面的Freehold 其實一樣是有升值的能力 亦都不錯的 因為我之前有個客人 他住了在這裏十幾年一間Town House 好像一間Single House的Town House 他買回來可能是白鬆一點 現在買出去差不多至近200萬 所以升幅其實是隨著溫哥華的樓市而一起去升 所以自住也不錯 因為這邊是西區 很多校區都非常好 整個area也都很寧靜 投資的話這邊的租金其實比外面更高 因為很多留學生都會在這邊找租的地方 因為要回UBC 很多父母都會為了他們的方便 就住近一點 住校區附近 他們說兩房的話可以去到4000至4200元 所以它的價錢是比外面低 因為它是Leasehold 但是它也有升幅 要賺它的租金回報也是非常好 所以它的借金回報是不錯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帶大家來看看 它的示範單位 以及整個outlook 以及周圍的環境 事不宜遲 我們進去看看多點資料 我們進來Sell Center 中間的位置 它就放了一個模特兒 就展示到它一個 硬體的high rise 有16層最高 旁邊就是Town Homes 這一座主要是有Studio OnePlus Flex 以及2層 然後我們這邊 你看到這邊向南的 其實它是看著一個圓景 部分也有海景 稍後可以給大家看看它的景色 但是其實這個project 它四周圍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它稍後給大家看 它四邊都是比較開揚 只是如果是東邊這一邊 這邊就是東邊 就會多看一些建築 Low Rise的建築 但是遠處也是有樹林景 去到這邊北面 然後這邊就是對著什麼呢 就是對著一個很大的green field 好像人家踢球足球場 所以它這邊是很開揚 就向北 然後這邊就是開始向西面了 西面這邊就是如果去到 我想八層以上就已經有海景 就很漂亮的 這邊是它自己的townhomes 所以它這邊是沒有東西阻擋 加上這邊是有樹林 遠處就是海景 所以整個project 它差不多是 整個環境都是 前後左右都是比較闊落的 所以我想帶大家來看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它最近在townhomes是三房 大約是1600呎 現在暫時還未開賣 不過如果大家很心疑這些單位 也可以試試看可不可以預留 到時它一開放的時候就可以賣 現在就是在賣 Condo那邊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看它的景 現在我們去到這邊 由北面開始 我們先不要看那麼高 我們先看看10樓 可以真確一點 大家看到剛才我所說的 要向東 這邊是向東 就是比較多建築 你看到的 但遠處也看到有樹林 所以它就說 好像Nature包圍著它 因為它這邊有樹 另外那邊有海 去到北面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北面差不多是西北 就是一個大草原 你會看到這裡是一個 就是一個 然後有一個足球場 所以這些應該都是permanent 這樣在這裡 這樣就讓大家享用 所以你這邊的view 是很瘋狂 還有山景的 如果在遠處那邊 去到這邊 西邊 開始西南 大家都會喜歡南邊 所以開始這裡已經是海景 你能看到 然後這裡 就是將來它那些town home 剛才看到 這個是protected area 所以這個是permanent 你會看到海景很漂亮 開始回到南邊 南邊這個有個兩房 corner 也是繼續有海景 如果我們再向這邊 東南這邊 你會看到 這裡其實有個studio和一房 即是可能你站出去的balcony 其實這兩個單位 你都會看到有少少海景 所以遇到這邊的一房 或studio的價錢 是會貴少少 貴過另外那邊 因為它的景 你看到它整個樹林 又有海又有樹 所以就是open 比較 其實它的風景是不錯的 我可以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studio的貨廳 它這個有470呎 你看到它也算是efficient的 它一進到這裡 就有一個stackable washer dryer 旁邊就是有個位置可以給你掛衣服 然後呢 進到這裡就是一個full bath 然後轉彎就是一個linear的kitchen 它也有一個walking closet 是掛衣服 雖然是studio 你看到它living and sleeping area 都會在這裡 都很闊落 我看到 這個就會向南 可能有少少海景看到 如果去到中層至高層 如果一房那些呢 一房 這邊就完全有海景的 這邊就是樓景 然後那個職 其實一進去 就已經看到那個island 有一個closet 又是stack up washer and dryer 它有一個l型的kitchen island 然後有一個living room 然後有一個main bedroom 加一個walking closet 這個是u型 所以都是比較大的 那它full bath就會在另一邊 都挺視視正正的 這裡要斜了一點點 然後呢 其實corner的那些 全部都是兩房來的 兩房那些呢 它有不同的積大 但是它大部分呢 都是會有一個living 和dining的area 因為可能現在 有些兩房是比較小的 就是沒有了dining area 所以你會見到它現在 是有個kitchen living room 然後旁邊就是有個dining 所以整個型 就不是長條型 就是會闊的 一間的show room 它都有做到差不多是這個職 不過應該實體就會再大一點 不過它因為space的關係 就做不得了 不過你會見到它的master bedroom 都是有double sink 有個walking closet 然後第二 bedroom 就在第二邊 這個就是basically 它的rainfront 兩 bedroom 這個balcony就提 分大小 所以你會見到它corner 這些全部都是兩房 這些就是一家墊 一房 這樣在這裡 一梯有整十四房 這個是五至十三樓 如果你想一梯少點火數 十六樓 那你就去到painhouse 那就是一梯六火 大的兩房單位 有1200多尺 painhouse 當然是大 然後就是一個大kitchen 整個都是kitchen 這邊 有一個dining area 有一個living area 兩個房間就會靠在一邊 這個職就很漂亮 因為很大 所以一定是很闊落的 你看到 這個呢 這個就是 它有不同種類的職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隨時短 我會給大家更多資料 那現在可以和大家 進去看看 colour scheme 和showroom 那過來這邊 你們就會看到 有兩個colour scheme 那我們一間showroom 看到的就是這個snow 那主要那個分別 就是cabinet door 你會見到它是白色的 那然後 那些back splash kitchen counter 都可以看到 那地板呢 那你會見到 它的色 其實深色和淺色很像 但是它這次就不是用laminate floor 就是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然後呢 深色這一邊 你會見到 那個cabinet door 就會是深色 tiles會是淺色 會有一個contract 但是兩隻看上去的colour 都很warn 所以都應該是漂亮的 那現在我們 就會進去showroom之前 就會見到這個 它是用了telis residential smart building 有一點像它另外metrotown 都是用這一套的 那就包了什麼呢 包了這個 這個密碼索 然後呢 有這個in suite的wall pad 那你可以在這裡看到 樓下concierge 進來的人的樣子 你就可以開門給他 那也有這些alarm system 包了 但是家裡的sensor 或者其他配件 你就自己配了 那也都包了這個light switch 是一種light switch 那就可以是一個smart system 這樣做的 那暫時就是包了這個 那也是比較新building 我們現在進去這個showroom 它就是模擬了一個兩房的單位 但是小一點 我覺得 因為如果真實的 會再長一點 那就只顯示了master bedroom 那這邊呢 你會看到它一個island 那跟平時polygon的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它兩邊做了water floor 即它的材料是多一點 看上去就會漂亮很多 而且剛才也有提過這個flooring 不是laminate 是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所以材料是更漂亮和更貴 所以今次這房間 它使用的東西會更漂亮 然後這邊你就會看到它有個雪櫃 這個appliances的品牌 大多數都是這個bretazony 有別其他之前用bosch那些 真的好一點的意大利品牌 然後這裡就微波爐 今次也是包了的 因為其他有時微波爐是不包的 這個是包了焗爐 然後有個五頭的gas爐 是拉出的hood fan 那你就會看到它的color scheme 現在它是back splash 又有灰灰的 那就去contrast它淺色的cabinet 這次你會看到它裡面是白色的 因為有時會看到一些木 它可能沒有包多層 這個會更漂亮 一個大升 現在來說比較flexible 可以加些盤去做 你看到island這裡 其實我這邊你會看到 它有drawer在這裡 它有六個大drawer 所以你這邊 除了對面可以坐 其實這邊也有六個大櫃 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整個都是cabinet 你可以放東西 所以整個廚房有L型 有island是很大很舒服 然後有sport site 這邊就會是dining area 剛才看到flexible 其實這邊它會變大一點 另一邊呢 然後就會變了living area 它現在做了這個位置 寬度呢 我想起碼有它真實的 或者會再大一點 你看到那些meelwork 就不包了 但是睡房裡面 今次就會多些東西包了 我們可以進去睡房看看 進去睡房呢 都是繼續是enginiering hardwood floor 你會看到 然後它這個 其實master bedroom 它是可以放到king size spec 再加兩個床頭櫃 都是夠位的 然後今次它這個walk-in closet 你會看到這些組合櫃 是include的 不include就是這個鏡子 這個是一根牆 你也需要自己加 但是好像它這樣做完 給你已經很夠位去掛衣服 擺東西 儲藏 即是這些櫃 你會看到它的造工也是漂亮的 然後旁邊就會是一個套匙 會有double sink 然後全部櫃 這裡就是三個 這些中間小一點大一點 在旁邊有兩個Sink 然後呢 中間這裡就是有個Madison cabinet 你可以用來擺東西的 旁邊的兩個就沒有了 只是一個鏡子 也算是這樣 有四層 都很夠用的 然後呢 你會看到它這次是包了 它用的材料比較好 這些countertop 是說是stone 和平時的quartz有些不同 它用的材料會比較好 然後這個shower 你會看到有個rain shower head 還有一個拿得下來的handle 亦都是它很輕的 有個位置可以儲存在這裡 是洗澡的 所以這次洗手間的感覺 就叫做grande 因為它周圍都包了一些石 現在看完showroom了 我們可以去那個actual site 拍一拍周邊的環境 還有可以拍如果去超級市場有多近的 我現在就站在那個西 後面就是那個Wordsworth的西 你會看到這一排就是townhouse 剛才那裡 然後前一點才是高一點的16層的tower 現在看著這一邊其實是藍邊 所以藍邊的矮層那些 除了看到一個pond 可能會看到這些建築 而這一邊呢 這一邊就是剛才說的北面 有一點點西北的 看著這個feel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現在是沒有東西的 而是調回住在後面那裡 後面那裡就是向南西南 高層就會看到海景 剛才說的 然後townhouse那些或矮層 就會看到這個樹景 它對面有一個牌子 是EagleNest Protection 所以這裡的樹不會說沒有了 然後起樓 因為它是Protected Area 所以這裡 我們如果這個地點走過去東邊 一會兒可以拍給大家 就是去一個很方便的地點 就是有save on food 你可以買菜或喝咖啡的 我們可以過去看看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如果有這個樓盤去買菜要多久 你會看到這裡有些學校可以學音樂 就是一個小社區 有medical clinic 也有一些cafe 這裡也有 你看看有個鳳鳴竹麵 可以吃中國東西 也有台灣東西 牛肉麵 去到這裡便是save on food 所以其實你走路過來 是沒問題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暴行 去到你的生活圈 關於Wordsworth這個樓盤的資料 給大家看過之後 現在可以和大家說一下它的開價 如果Studio好的話 它開價是接近70萬 如果一房 一房是high70萬 即是接近80萬 如果一房加釘 它是說由80萬開始 兩房就會是120萬開始 如果三房的town homes來說 1,600呎 暫時還未真正可以開 但如果你有興趣 都可以跟它說 到時有消息 便可以和大家分享 它的價錢是大約200至230萬 視乎 你是選擇哪個位置 什麼facing 以及中間或 corner unit 它的Stratafee 現在是5毫9-1呎 包含了冷暖氣 Gas 以及熱水 它這個發展 其實它的用料 比其它更加好 例如地板是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countertop 是用stone 電器品牌都會好一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隨時聯絡 我可以給大家多些資料 因為如果是condo那邊 它現在就快便會開賣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按個like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便會收到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抬起 Umu 會 Umu Umu Uku Umu Umu